这一起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件 主要是84岁的旅美刑事件事专家李昌玉 他被指控在一起美国的谋杀案当中 他涉嫌捏造证据 现在美国法院判李昌玉必须要赔偿 整体事件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美联社报道了 美国法官21号判决 旅美的刑事件事专家李昌玉呢 他针对了卫造一起谋杀案证据 必须负有责任 同时呢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证据呢 导致了康乃狄克州两名 本来没有犯下谋杀案的男子 入狱数十年 目前赔偿金还没有定 而这起谋杀案呢 是发生在这个1985年12月的一起谋杀案 当时有一名65岁男子 他叫卡尔 他陈师在加州 那么呢他被害的被害者的身重27刀 喉咙被割断了 头部受了7次重击 现场好 在那年他采集有一些毛发跟指纹 比对之后与两个嫌犯不符 好不过当时定罪 其实最重要的是李昌玉 发现了一个关键最重要唯一的证据 据说是一条血毛巾 好后来发现这个帮他们定罪的血毛巾 根本没有染血 那后来比对了 与这个两个嫌犯是不服的 不过很倒霉的两位男子 一名是当时现年30岁男子 他叫薄契被判刑了55年 服役了30年之后 重审获释 另外一名是17岁的少年 他被判了50年 2018年获得缓刑 2020年罪证不足 撤销了他的刑则 好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呢 李昌玉呢在国内的大弟子 说话了 他表示当年还没有所谓的DNA鉴定技术 而且时空背景不同 他替他的老师来教区 相信不会影响他的荣耀 但是这件事情呢 有人有话要说 蔡振元说呢 那他想问两颗子弹呢 阿扁的两颗子弹这个案件呢 李昌玉当时是觉得 利用各种高科技来解开这总统之谜 不过呢这个蔡振元他表示了 两颗子弹事情 现在应该是不是要再设一个特征组 查清楚呢 同时这个谋杀案 捏造证据的事情 他认为李昌玉的专业信任 一夕瓦解 他过去办的事情 应该要全面解释了